羽人皇太子在大政十二年,西營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二號 4月十六號抵達基隆,回擊十二天的臺灣之歷 從臺灣十七十八在臺北參拜臺灣神社,巡視各機關 所以,臺灣也知道,為什麼壁堂會發現這塊邊,信電邊這邊 主要是,可能啊 在學者之中可能是有真的有來到這邊 這是第一種狀況 第二類是說有規劃來 可是沒有實際到 那第三類是說 本來是沒有規劃 可是第二樣是希望他能夠來 所以 所以 現在北投有一個 在天山 面天山下有一個碑 也是綁制 綁太子碑 紀念碑 那新店這個 比西元1923還一早 所以 所以這個 到底是他有沒有來現在 不知道 結論是不知道